好 我們看到現在各地 好像都傳出一點狀況了 想要來請教我們氣象9波舒芮 這凱米持續接近台灣 但是各國預測的路徑 卻一直修正 到底怎麼回事呢 請舒芮帶我們去了解 好 謝謝佳琪 沒有錯 在剛剛氣象署 是已經公布了最新的路徑 那麼在這個最新路徑 我們可以發現說 中心點的位子 它會稍微略過東北角地區 所以也就是說 它有可能會短暫的登陸台灣 只是我們來看到 現在當然還是會有一些未知數 只是包含台灣 還有一些各國的官方路徑 都有往西修的趨勢 所以我們要帶你來看 到底是什麼原因 首先我們帶您關注的是 在日本的一個路徑 其實跟台灣的很相似 同樣都是先往北之後 接著往西偏轉 那麼日本是比較明顯的 是會有登陸台灣的一個趨勢 只是不管如何 目前看起來 它的路徑都跟西北台非常相似 過去只要聽到西北台 其實大家都要非常有警覺性 就是因為颱風在這個路徑的過程當中 它並不會碰到中央山脈 也因此並沒有山的阻擋之下 當然第一個它的這個結構 相對來說就不會被破壞的那麼快 而且在淫封面的一個降雨 當然也是非常明顯的 只是我們剛剛提到了 還是會有一些不確定性 也有可能也許在接下來幾報 它又會再往北或者是再往其他地方修 又或者它可能會往陸地更靠攏 也都不一定 這個重點就是在於第一個 我們常常講的太平洋高壓 還有颱風的結構發展 當然如果說太平洋高壓 它今天很強勢的話 也許這個凱美颱風 就會越來越往我們這邊來靠近 因為我們常說這個颱風 就是沿著高壓的邊緣行動 但有時候如果這個颱風 它的結構很強 它也有可能會讓這個高壓 稍微北移或者是稍微東退 所以說要等到星期三的時候 我們才能真正的大事底定 在這之前 路徑上其實都還是有一些不確定因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路徑 真的很像天女散花 甚至有的認為是會鋪台 有的是會從北邊海面掠過 甚至也有的是認為 它們會直接往北移動 也因此現在 還是有一些不確定性的存在 可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確定的是 這個凱美颱風 它一定會影響到我們 那麼影響的一個程序降雨如何 我們先來看到 在現在已經慢慢轉吹偏東風 不過外圍環流還沒有影響到我們 接下來等它越來越往北 並且往西偏折之後 到時候我們來看到雨會怎麼下 星期二開始 隨著外圍環流影響 在基隆北海岸東半部地區 就開始轉雨 那麼星期三的時候 隨著這個風向慢慢轉變 吹東北風 到時候整個北部地區 就會轉為一個有雨的天氣狀況 星期四的時候 颱風離我們最接近 而且整個西半部地區都有雨 也特別提醒 在西半部的山區 可能會來到豪雨等級 也就是一天的累積雨量 會在200毫米之上 那麼到星期五 颱風逐漸遠離之後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雨是會明顯緩和 但是在南部地區 因為受到西南風雨上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陣雨存在 也因此這樣子的一個影響時間 也提醒大家要抓緊時間 好好的來嚴防颱風的一個威脅了 以上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